大陆庆祝建政70周年 用科技说好中国故事 加大宣传力道 北京天安门广场城楼西侧 媒体区已经准备就绪 由于能够进行采访的媒体有限 央视大手笔提供免费的直播讯号 这次邀请来的上百位非洲一记者 他们代表一带一路国家媒体采访 对2022年北京冬奥 大兴机场项目相当感兴趣 纽约时报住今记者的家 因为就住在长安街沿线的东方广场 是阅兵区域 因此被请出去 纽约时报记者贺海威 将北京三四阅兵演练影响交通 扰民现象做成报道 只要是长安街沿线饭店一律清空 住在酒店式公寓的媒体也不例外 保安四度上门 请记者和家属暂时搬到外面去住 另外CNN记者提问 有关新型武器亮相 对外释出什么政治军事信号 大陆国防部发言人这么回答 如果说中国军队展示武器装备 那就是修肌肉 如果说不展示 那就是不透明 那么我觉得对付这种逻辑最好的办法 就是坚定不移的做好自己的事情 十一个项活动中也安排台港澳媒体到阅兵春采访 台媒关心阅兵装备以及台湾代表团有哪些人参加 卫兵都安排下榻在北京饭店集体行动 并且不应发名册 国庆相关活动一切都保密到家 拿到采访证的媒体也不是所有的场合都能够参加 上面用二维码识别 以确保活动能够不出状况 以上是记者金属卿 董又俊在北京采访报道